打開鐵籠 可愛的狗狗開心跳出來 藝人雞排妹也一把將牠抱在自己的身上 用手輕輕抚摸 這麼溫馨的模樣 其實是要呼籲廣大民眾 不要隨便欺養自己的寵物 並盡量以領養代替購買 我覺得領養代替購買 是大家都應該要認知到的一件善事 而且牠們剛剛從收容所救出來的三隻狗狗 也在這邊等著大家 牠們都是很年輕就被丟棄在外面 然後被捕捉到收容所 然後面臨了12月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牠安樂死 剛好安樂死的前兩天 我們就到收容去把牠領出來 照顧生命協會為了幫助這些流浪犬 特地來到世貿山館的寵物冬季大展色灘 並將四隻從公立收容所救出來的狗狗 免費開放認養 免於被撲殺的命運 我們全協會大概收養了700多隻的流浪貓狗 都是以前從四處救援回來的 有殘障的 那也有蝦顏 斷手斷腳的都有 照生會目前供認養了700多隻 從公立收容所救出來的小狗 而請來藝人雞排妹化身寵物天使 也是希望能藉此喚起更多民眾關注流浪貓狗的議題 記者王登星採訪報導